好,大家安安,我是魚人 大家好 看起來這一個,就是我們看到同學人的身後室這一部分的劇情 應該是一個為期三天的任務 我們昨天大致上破了一部分 我們今天就來破後續 就是身後室諸平安的這一個系列任務 就是同學人的廟宇修建的系列任務 而昨天因為我剛好有在解尼越港的神網 然後就看到了,他聲望實際上是為期三個 同學之機,然後諸世平安歸於三中 應該會是為期三天而過 大家就有興趣可以來我的便局去往下看 反正就是,我覺得有趣的我就會把它錄下來 那有一些我覺得他可能會影響到故事內容 我可能就不會很刻意想去錄他 好啦,那就對東吧 就過去看看唄 因為我們那個生皮治很平 他表示要 充建廟宇,所以不知道他會不會快速的把它充建起來 欸?真的?找人來 快速採購採購採購 快速採購採購採購 新生皮治太高 willing 從城裡運些材料過來 雖然千顏軍能守住宮廷 不過第2版回來有什麼不請千顏軍過來 這幫人不貪好嗎 兩個千顏軍的 人員在這 抓個營火蟲 他訂貨是從哪邊送過來的 要我們搭到這條路上的那個 快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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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風見識了 難道是那個破屋子 欸 後面有一隻陰陽史萊姆 所以先濕不見 果然之音像是萊姆 超班 兩個的千眼卷 這邊沒人助手 他在這裡 都會有鬥寶團 雀三 十二個 不少欸 好啦 任務沒有很久 五分鐘 看起來 望片暗示燈在打算把蜘蛛妙修修整好 但該怎麼說呢 我實在不太能夠 確定他修正王后會長什麼樣子 但這邊有些人軍助手就代表未來會再好一些 好啦 那我們這一期的內容就差不多到這 就看起來的情況 應該明天或後天可能就會完全蓋完 就是 這整棟房 他還要十二個去啦 有夠貴的 好啦 那就先這樣吧 反正應該明天可能就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內容 或者是其他的劇情 就先這樣 那麼旭人 我們下一期再見吧 好 好好喔 感谢观看